原本都是在假日 舉辦共餐的 平和社區發展協會 平常時候開火 準備好料理 同樣端上各式的好菜 因為這一天 舉辦觀摩活動 招待從金山 遠道而來的嘉賓們 感受他們舉辦共餐 款待長輩用心的好心情 金山區公所 今天他們帶領了 11個 金山區的11個社區發展協會 來這邊參訪 大家一起來討論 研習主要的 就是在社區的產業方面 我們非常歡迎 他們大家一起來 平和社區發展協會 憑建為新北市 優良社區發展協會 同時也吸引金山區公所 帶領當地發展協會 代表前來觀摩 長期為社區長輩服務的 平和社區發展協會 了解他們如何運作 如何將社區的心 緊緊的串連在一起 希望藉由他們的經驗分享 也能夠帶動當地的社區發展 加強社區居民之間的互動 今天來這邊學習 也是希望說未來我們的社區 我們金山區固定有在做的 老人共餐的活動也好 或者是據點的工作也好 還是未來可能要推動社區產業行能夠有一個方向可以來學習 那希望可以真的配合市府的政策 在我們金山區能夠來落實 跟土城區來學習 今天也歡迎金山區公所帶著他們幾個社區的一些幹部 過來這邊做應該是做意見的一些交換 那每個社區有每個社區的特色 那透過互相觀摩學習 讓他們彼此來成長 這是我是覺得非常的有意義 在地臨底社區發揮起團隊力量 就像是平和社區發展協會努力的在集成耕耘 不僅是照顧在地的長輩 同時也能夠分享他們的團隊故事 讓更多社區取經 讓新北市各地都能夠有這樣的組織 在社區裡發揮更大的力量 讓更多人受到照顧 中家新聞的六六番綱土城報導